了解住家安全之外 不忘关心家人健康 纽约市长夫人麦克雷 最近就特别站出来了 支持茁壮纽约计划 目标要照顾到纽约市 未成年人的心理状态 因此最新研究就显示了 超过8%的公立学校的高中生 曾经想要自杀 麦克雷表示 透过这项计划 有超过56间的社区学校 将会设立心理健康诊所 并且让超过7600名小学 到高中的教职员 接受心理健康培训 了解学生在哪些状况之下 可能会出现自杀倾向 借此及早预防